請坐 請坐 大家平安 大家好 好 這個說台灣歷史 我們台灣歷史四百年 四百年要說 不是一兩點前說的算 今天是說 這第五集 完全占台灣的第五集 我每一回說 都不一樣 所以你要看我以前說的 去蟒路去查 十年都有 還有蟒路在頭上是看免費的 要買資料也有 我發表差不多超過一百萬錢 蟒路 大家炒來炒去 要做什麼呢 因為我們台灣人要自己知道自己的歷史 不可以讓別人嚇 剛才 跟這個 黃司長 黃司長在說 什麼叫做台灣三寶 大家不知道 但是東北三寶是什麼東西 人生貂皮 對 台灣三寶是什麼 想說我們有受到老蕎 到老蕎 自己的三寶不知道 我去講給你聽 台灣三寶 我們有米、藤出口 但是三寶不是米 藤是其中之一 米要不算出來 稍等的就說得對 我們在一起八寶年六寶開閣 一起九寶年八寶分 八寶分在哪裡 淡水在裡面 八寶分 一起九寶年萬寶 所以一寶二六三寶 一寶是哪一寶 就是台南寶 二六 第六寶 三寶 寶寶就是 現在說萬華 寶寶是一個寶 怎麼寶寶是一個寶 因為淡水河 由淡水在裡面 到寶寶 沿路都是寶寶 我們現在有第三寶寶 第九寶寶 十一寶寶 十一寶寶 現在很多寶寶在 日本是在棄的 大陸有聽民生洗路 就是十一寶 那 民生洗路就是我會出現 出現對的 就是民生洗路 那時候是最反映的地方 這個台灣有這寶寶 第一百四十年 這個萬情政府 本來是說你交洗金 交農產品交切就好 要去解公 不可以不可以我這樣不可以 渡過 渡過 你交錢 所以這個 這個 改造 營納制 就是說你要交錢 這是完全政府 渡過 都在這樣渡 一百四十年 鵝片建政 鵝片建政跟台灣的影響 在哪裡 我們台灣 台灣各港口開放 淡水過人 安平期後 這是 開放的港口是有所謂的限制 所以 所以這個淡水是開放 再加一個過人 過人就是基隆 過人 這個淡水是正港 這個副港 安平 台南安平是正港 基隆就是 現在叫做基町 就是高雄 那是副港 我們說這正港的 正港是什麼意思 就是 直接說這個 我們想說 那正港的 我小時候 這正港的 就 會向鄉港來 叫做正港 實際的正港是說 淡水港 正港 外國人探討 再加一個過人 加一個台南 加一個 再加一個高雄的技巧 正港 台灣散步是什麼東西 醬肉 做糖 跟 醬肉 你有想到 醬肉這些東西嗎 醬肉這些東西 我們台灣的山領 是世界山領的百分之七十 都在台灣 醬肉有什麼好處 我們水 我們水 都沒有滷油 你如果去旁邊釘到 就是除蟲 你也可以做遊樂家 醬肉百分之七十 全世界山領在台灣 現在還有一個東西 全世界百分之八十 第一 葡萄牙 叫做什麼呢 軟木塞 我們酒館 要一個 鱔肉 那個鱔肉 就叫做軟木塞 百分之八十 在葡萄牙 我們台灣是百分之七十的 那個 山領 醬肉 在台灣 台灣散步 我們散步 出口以來 出口旺盛 但是 本來 在這個 漢民族的所在出口 是 沒有欠缺 外國的東西 但是英國人介紹了 一個 很豪華的鴨片 來後 所有中國的鴨鴨 大家的鴨鴨 都是 那種 入草鴨 現在的海 比較貴 你出去的問題 唯一 出草鴨 就是在淡水 因為淡水 台灣出山 我們台灣散步 我們有醬肉 有茶 有糖 出口很多 也淨到很多鴨片 淨到鴨片 淨到鴨片 比不上出口的東西多 所以台灣 錢 比較窄 台灣的糖 怎麼來 本來 本來 台灣人 就有做糖的經驗 跟做糖的紀錄 在 但是讓人來之後 讓人看到台灣這個土地 很適合去做糖 那就是 那就是 他們是他的品種 叫人種 感謝 竟然感謝之後 收成之後 全 台灣 讓人 是世界最大的 不能說最大的 但是 最大的 的 貿易民族 全把台灣的糖 銷去 日本 台灣的糖 銷去伊朗 所以很早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河 他就已經去到中間了 銷售家 銷售家 報告 日本伊朗 這是 古早型的 那個 糖 韓國牛 在這裡瓶 在這裡瓦 要就 日本人來了 去 新式的 那個 糖 這支銀杏 等等 雍正年間 一勤二三九 一勤三五 因為 台灣 台灣府說 在 做這個 商業 同業 團體 北九 是 台灣 通告中國 發白 所以北九 北部的 商業團體 又叫做 糖椒 這個時候台灣的 沙灯 是洗風人 所控制 一半五九年 六個 探到日本人 宣布 開放 港口 一個 福祉 的 衛門 相準 十三台一支 長期港 都在台灣的 沙灯 這有 這種紀錄 所以 英國 美國的貿易商 轉得來 現在這個 一個 遺跡 這間商店 現在也有 遺跡 遺跡也有 遺跡也有 遺跡是比較不出名 但是德濟洋行 這次要在 海型 東型 頂頂 這些都從香港那邊派過來 就來台灣要做那些 買刷 那有 文書公司 Douglas 獨检 台灣 砂糖迅速 擴展 每年三郎的 七百十百% 消去海外 這就是 當時 用的那個 鑽 鑽鑽 這不是用中國的 Junk 中國的鑽 叫做 Junk 用的叫做Junk Junk的意思是 本鑽 本鑽鑽 怎麼叫做本鑽鑽 那些 只能 從北鑽而來 從南鑽而返 扣一個鑽 只能用一個鑽鑽鑽 這種鑽 有很多三角鑽 三角鑽 三角鑽的時候 可以 你正面擠出來 我這樣逆鑽給你鑽鑽 有這個鑽鑽 所以 先生有人看到中國 中國的鑽 你這個叫做Junk 沒水準 這個 這個 這個紀錄 156年 輸出 21280千英鎊 叫做千英鎊 我們 我們 我們的 我們的 數字 三個鑽一批 三個鑽一批 再加一個 就是一百萬 一千百萬 這都 這都 英國 英國的 數字 所以 2100 28萬 所以 我們 我們要討好 第一次 2128萬 現在是 四個零 我作為一個單位 萬 是 四個鑽 各十百千 再加上一個 一萬 對不對 算了一萬點 就是一億 是四個鑽 但是我們 這有三個鑽 三個數字 就叫做千 所以 兩千一百萬 這七千九百萬 這是 一百四十一萬 一千 一千四百一十 一百萬千萬萬萬 一億四千一百萬 我們出去的湯 是 這個白湯 占十百千 日本占了 之後 日本的直播咖 轉 我這個 台灣湯 這麼好爆 他也要來台灣爆 所以 這個台灣湯 就讓日本的直播咖 唱 這就是 甘蔗 甘蔗有兩種 你知道嗎 甘蔗是我們在家裡吃的 那種 白甘蔗是在做湯 他剛才說 湯 現在說 鎂 鎂 農櫻茶 叫做烏龍茶 這個鎂是從哪裡來的 鎂是從中國出入 鎂是從中國出入 鎂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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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由福建 茶種 移一 鎂 也有一個吳宜茶 正在台灣的北部 也在台北的大口寒 今天這個台虧文山寶新年 台中在種 1865年 英國人 將在台北李春星的協助 到海上寶 看得很適合來種地 讓一些農民來種地 種完又自己賣賣去 不是說 我叫你種 種所我自己賣 這是一套的東西 李春星是 可以說英語的台灣人 他在福建出生 稍後就去外國商社上班 英國商社上班 全走來台灣 這是我們台灣的茶葉之父 李春星 這個李春星 一百六七年生的 他設地 地盤地盤和粿 做的叫烏龍茶 烏龍蹄 李春星 這個日本人來台灣的時候 來台灣的時候 台北市 亂七八糟 怎麼亂七八糟呢 因為萬千的軍隊 那個 不然要對日本人 看到日本兵 中路 二隊 全 烏跑 烏跑 這些官兵 就變強盜 一個台北市 來唱 李春星 就做這 自衛隊 來防禦這些萬千的軍隊 唱 這個李春星 這個時候 對台灣是很大的貢獻 就要求 跟阿核 這個 要求 立軍這次 不是國賢寧去要求 國賢寧是後面 因為國賢寧去 也有去要求 國賢寧就是 古連中的老爸 國賢寧 可以要求 立軍一個台北市 但是 日本人要相信他 日本人說 你台北台北市 我就跟你說英語 你不懂 不懂 跟你說日本話 你也不懂 跟你說北京話 也是不懂 你只能說台灣 可以台北台北市 台北市那樣進步 我們台北市那時候 有兩座 阿核過 就是阿核來很多 阿核來派 阿核來派 英國派兵 五十名 來保護他們的教民 德國也派兵 三十五名 他們幾十名就有夠 有夠保護了 好像 八國聯軍 要去打北京 要 穿到的軍隊 就要去 東郊民巷 要去 打這個阿核 東郊民巷 做這個阿核 阿核兵 做一棵 連這棵 都沒辦法做這棵 因為人的軍力 是你的二十五百塊 人可以穿 你用刀 你要怎麼打 如果可以去變瓷器太好 說我擋得了子彈 其實正經一棵都輸了 同樣 這個李孫星 全要求 要求立軍 要來台北省 來保護台北市民 不要去教授到萬千政府 萬千官員的造貪 這個李孫星 當然那時候老鄧桃章 老一個辯子 萬千的事業 日本的第一任的總督 叫做華山之姬 華山之姬 一年幾年 一百九五年的幾年的時 你對於就帶李孫星去棠章 李孫星一到棠章一看 大家都沒人留辮子 只有我在樓 所以 在房間不得出來 但是這個人有錢 叫鐵頭債夫 來我幫他幫他煎頭 煎一個山油頭 那穿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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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這是台北 台北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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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個 那 走 那個 那 我們出口 就是用弓 弓蕎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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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現在你去三四年前 我去紐約的POP館 還可以看到Fromosa Tea 在電纜 在POP館裡面 這是一些所謂 如果有興趣的人來參考 就是只要一百萬 只要一千兩百萬 只要兩千萬 到一百九十年 就是第一條 那時候的 會上標 這是給大家看看 你現在去POP館看到這個 這個高度 這是我們台灣出散的 一百九三年 這是二九年期間 台灣的蝶 增加一百二十八 所以台灣蝶全是去世界武台 蝶的中類 有包種茶 跟烏龍茶 沒關係啦 這個中類我們就不用說了 還有 還有 Juno Juno 是我們台灣 世界第一的產品 中生產量 世界中生產量百分之七十 好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一九十五年之後 化學品再出代 Juno Juno Juno的主要用途 鎖地醫療 疵風性 症險 禍亂或強心劑 皮膚病 性癌症 要不要來防蟲製造煙火香料 這就是一棵蟑樹啦 這就是一棵蟑樹啦 很大棵的蟑樹啦 那這是蟑螂樹葉啦 樹 你看這個蟑木 讓大家稍微認識一下 這個臺灣有這個出產集落之後 完全政府的官員 也很看到 全要獨检 就是要關營 所以 所以這個 由軍工廠來經營 其實是自己在賺錢啦 獲利疾風 到很堅硬的時候 是生長旺季 進入盛期啦 啊 要去沖山禮 伐木 所以 需要 那個 館子民 會出來 幫你 幫你照台啦 啊 照台的時候 所以需要有 重町來保護 這些重町叫做 努町 努的這個 兵 就是施林的武力 專門來奉機 讓館子民來進攻 好 你們如果自己在做這個 集落的時候 叫施監 政府就來幫你出席啦 只准周關放火 不准百姓點燈 這就是標準的那個 萬千統治台灣的方法 啊 啊 民間的人跟英國人做生理 萬千的人 萬千的官員 也不甘仁厚 買到英國 喔 偷運巨量的張老出口 齁 所以說 小禮自己在中國後 齁 在台北 萬格開 瞭貫 經營啦 啊 因為 像萬千的官員 看出自己的疏散 齁 貪污付法 啊 英國很生氣 所以英國就派一台軍艦來 這台軍艦齁 齁 台南的岸邊港 派30名的兵 定六 萬千五百名的軍隊來做戰 五百名輸 五百名輸的時候 這場戰爭叫做 張老戰爭 這大家可能都不聽到 張老戰爭 為了張老 在台灣發生一場戰爭 但是 這個軍艦齁 沒得比較 人家30人 對你五百名輸 你五百名輸 你五百名輸 收規觀營 南os 台灣娥銷 萊 它path sea 小森 這100萬、200萬、500萬、600萬、6百萬、6百萬、6百萬、9十三萬 這個時候是最關風一百九五 一百九五是什麼年? 就是港澳戰爭的頭一年就是台灣掛給日本 那年我們三兩地萬青的時候是最關的 當時一百九百年 日本政府專門處理這個情路的事情 設張老局、張老專賣制度 也保護造林計畫 還有開放大陵來種張素 有兩種產品 一個是張老油 所以台灣為什麼是淡水港會是粗糙港 就是我們有得散 第一萬青的時代我們有得散 這是最關的商品都有採證 這是做張老油的設備 這個木頭 這個木頭把它裂掉 然後把它吊下去 不知道要怎麼樣加這個 那就有這個張老油造出來 這個角子 每600kg的藏木能蒸出 蒸留出15kg的藏老油 用這種的設備 我們剛才說蝶、米、蝶、藏、藏老 這是台灣的三部 這三部就是我們台灣是農業國家 這毫無疑問 我們現在也要扣農業來做很多事情 但是滷水虧為改 滷水虧以北種種種 滷水虧以南種種種 所以南唐、北米 當時完全的時候 這個台灣米叫做台運 滷水虧叫做美圓 美圓就是美國的物資送來台灣 我們那時候台灣的米送去中國 叫做台運 很公平的事情 台灣的地方 台灣的米的價格 那時候 起起落落 因為很多貪官 操縱供應 偷運出口 囤積 這很多政府的操作不良 沒關係 我們掠過去就不講 那本來有 本來有 每一台純 只能拿十二十九 十九 十九是一個單位 不像我們現在說鈍 不知道 十九到鈍的差別是一個單位 十九一九 一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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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粥差不多100公斤 100多公斤 100多公斤 可以扎60粥就是6千公斤而已 只能扎這樣 要想台湾發見一個報 台湾金子 台湾金子 讓人早期來台灣的時候 就發見到台湾的十五人 晚上扎金扎鈴 放一個金色的東西 他知道這個東西絕對不是政口的 絕對是本土的脫散 台灣出産金子 就開始找台灣金子是從哪裡出産 查,查,查 由台南,查到屏東去 屏東在沿那個太平洋岸 查到這個 這個 現在在泛州 一條去華連 小秀古蘭市 小秀古蘭市 有風太家 有風太家 有大風家 這個 那個河隊 都會看到金色 全都派兵 待會兒去水金 水金 水金 後來人家覺得不行 離不及飛 開啟的飛用 你收到金子 不成比例 就是說收得太久 所以放去 秀古蘭市 所以意思就是說 秀古蘭市的電頭 發射行 這些水銅 有金子 發射行 發射行 又可以去採曬 現在 秀古蘭市 走到高峰去 走到高峰去 所以让人转播,再继续采金 当时我们台湾人有一个叫做沉默贸易 silent trade 让人发现台湾人是一个很幸福的民族 silent trade就是说 买到买中间,不必要中间人 不必要说买 不用寄到旁边,就可以完成交易 这叫做silent trade 那方法就是,全世界没有的 我有一个金子,我想要买 我拿去乳中,大酒桌的店头 中国的手机,把手机带给他好 中间放我这块金子 放之后,把我拿回去 现在经纪的人看 你看,这块金子要买 你看有材料才会买吗? 你的东西,那时候是义务义务的时代 你如果没有,你就去买 有一个人有 会觉得说这块金子 我把我两个人买,把金子拿走 然后把金子拿走 然后把金子拿走 然后,一个星期之后 这个原来放的金子这个人 去那看,两个人买到买 这代表是怎样的 整个民族 不是只有一个人生新 整个民族 大家都这样 很盛心 這就是臺灣民族 這個沒有的 silent trade 一百九孔年的時候 流民船在臺灣建設 在這個八道 車站的旁邊 要蓋一個橋 鐵路要為他去做橋盾 鞋橋盾的時候 鞋就金山了 有金啊 有金啊 所以喔 就是現在大法橋 以前叫做昭和橋的下面 發見就金山了 金山的時候 鞋喔 這個幾座河 鞋喔 有三千的人 滑去 滑去水金啊 金啊怎麼水 對 是去過人的切斗 暖暖 在台北的南港 雄山 萊鶴 蘇林 才為台北軍淹水豪接 這是過人豪 這裡是一個地圖 這個地圖現在這樣看起來 不說太清楚 但是就是 就是說 為過人豪 為過人那邊出來 警戒一段人 賣錢淹水豪接到 這是當時蓋的草圖 就是這種形 子蓮發現了金子 就有很多人來洗金子 淘金 一百九二年 每日有三千人來這裡洗 水的地方 地區水豪 雲山 龍頭三個月 五下小白 金子代料 四家庭 四家庭啦 現在這個也是 叫四家庭 土旗口 暖暖 八度 七度 六度 五度 水底下 水底下哪裡 水底下十字啦 搞到十字 還有 水金子 不然前政府官員發見 台灣有金子 就給你抽水金啦 這金子喔 還有一個民宗餐就這樣 啊 由於那個貨喔 黑一堆刷起來 啊 從水的裡面喔 啊 油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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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個 因為 酒啊 刷喔 比較輕 就要衝出去 比較重的東西就是金子 就是老的爺爪 啊 就要把比較重的東西拿走 這樣叫做水金 這就是東西的那些 啊 有的人用這款形 有的人用一款形 喔 這是貨人 中和流域啦 一百九里年 喔 這個 經淡水海關齁 出口的這個金刷 啊 兩百八在里軍 台軍啦齁 價值六萬 五千 牛雲啦齁 啊 今天這個 價值是一千三百塊 一千三百九十塊美金喔 這不對 這是 利控一控年的價值啦 啊 現在的價值才起 三千七喔 一千七百多塊喔 所以我們香港一三九空來算啦 利控一控年 就一億四千 八百萬是台北的啦 台灣有金 過人 金山 所燒的水峰 金貴州 無斷棄 啊 金貴州 第一九三空到四空年代喔 最關 三龍是 阿酒喔 叫做 阿酒金貴啦 我們知道 你去美國喔 有一個所在叫做 古金山 那叫做 古金山 就是那個所在 百四 生三 結合 黃金 啊 讓人洗完之後就叫做 古金山啦 喔 喔 啊金山 為一百九二年喔 那時候要又萬青塊冠的時候喔 那時候還萬青塊冠的時候喔 那時候喔 抽洗金喔 喔 啊 啊 阿 如果有抽 你就有那個八竅拔喔 啊 啊 如果有抽 你就有那個八竅拔喔 所以洗得都洗不掉 你也可以用公司的名字 毛一塊塊比較大的來洗 你來請人來開菜 美國人Davidson 這個Davidson買手很出名 這個後來李春星看到完全冠冠的朋友 在台北市在亂唱亂台郎的時候 專要求這個James Davidson 出去把日本軍插在台北上 就是James Davidson 這個有他的兄弟 J.W. Davidson 所以因為台灣有出金 所以我們台灣有一個最好 金寶爪在那個時候就出名 也有大賞 首秀黨 頂頂潘成青 林英芳 他每年認捐離金兩萬兩 要交給政府兩萬兩 不得了 兩萬兩 自己請人 請人 也要保護 也要頂勇 勇頂 都 送人自己出 不得了 不得了 不然這有只拿錢 每個齁 採金的林索齁 最多四千人到三千人 錢 來採收金 所以我們的金索齁 就是過人齁 過人齁就是我們的金索齁 這家庭都沒有人跟我們說 金索齁 發見後 越開採是越翁 發源地走 發源地 賣出金過洲的金索齁 去發言 這金索齁是路頭處 這金索齁是 豐富到 從外觀就看得到 從外面看 這金索齁 路頭處 外面你看得到 這路頭處 採用放射性的地形 這是 因為這個這樣齁 所以這個金索齁 是去過人齁 這是金索的主要來源 九紛 九紛齁 現在叫做九紛齁 三金齁 這去 那些人齁 去 去淘金的課 一支 一兩尾到四五尾 折合今天這個價值 一萬三千塊 這是理工一工年的意思 一萬三千塊到六萬五千塊 意思就是說 我一支在那裡 衰金 我一支有錢賺一萬三千塊 新台北 最衰 現在誰人一萬三千塊 現在大家比起來 賺到二十二K 我一支度有錢賺 賺一萬三千塊 兩天就超過你二十二K了 所以 所以現在又說一個問題 這個 因為台灣出三金 九紛齁出三金 所以大部人在那裡賺金 那接下來什麼人就來 大部 大部 大部就來 大部稀金 全到婦女 被小雄海 叫小雄甘 原因是那個酒家 很多 現在你看也是一樣 燈火通明 在山口裡面 那個地方 怎麼會 那麼多人在那裡賺錢 那就是有關因的 好 日本人來之後 對金空 也是猜出 這個 王國 讓這個 盛利人去拜 盛利人拜 他的效果 效率比較高 憑他 日本人自己經驗比較好 這就是 九紛齁雅境 今天你去看 一樣 這麼繁榮 本來 這就是 鳥不聖誕的地方 因為出山不見 祖聯很多人來 台灣金空發現之後 第一次過了 就 有些來的這個 金碗的收買家 那就是 軍海上後就出來了 保元 萬孫 保丁 在大長城 方面 有 凌雨亭 英通 金元吉 順聰 順順 這個順雨亭 是德國雄林 五雷 五雷 也是三個 阿渡 出台北城去邀請日本兵入 台北城的一個人 五雷 五雷 這三個人 去水頂卡就是 十字 邀請日本兵 去台北城 尉遺 台北的帝安 阿是金貴鳥 隨風 某檢 是台灣 三大金山 金貴鳥 出山金 又出山黨 這個 我們台灣出山黨 現在也要再出山 但是金貴 現在已經沒有在生山 因為 我們搖下去 時才有 搖下去 搖下去 不知道幾百公尺 就 在海底了 所以 離不及飛 所以就沒有人要搖 最近 有太空的那個 衛星跟你偵測 說金貴鳥還有金空 還有很多的 還可以搖 還可以搖 那就是 運過 運過 太空的技術 把你偵查出來 所以 台灣還要搖金 但是 不是現在的技術 可能 以後要 扣這個機械 機械人 下去搖 不用花錢 機械人 不用付工資 做理事休息 劉明川喔 劉明川的經營台灣是不錯 但是因為 這是 這是淮軍啦 有鄉淮 鄉軍是湖南軍啦 啊淮軍是 淮軍 是安徽這邊的軍隊啦 啊這個 調回去 調回去安徽之後 少有連接替 少有連喔 幾乎全部停止 新建石 戊國戊民的那個 官員喔 這是一個地圖啦 沒關係 這是他 這現在的商品 這是出生 的銅礦 這有看到的人 有看到這張圖的人 北京家 有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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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蘭的喔 經濟喔 應該注意一下 看得到 我們哪個 從東路看得到 我們台灣人喔 會區別喔 是區別 當山人跟台灣人 喔 那把台灣動作是自己的家 叫做台灣人 啊 那把中國動作 那是他們家的喔 叫做當山人 喔 所以買手喔 日本兵 一個台灣的時候 跟台灣人 完全的兵 都 十個趟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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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就拿這個股道菜都在拚 喔 啊後騰新品 不了解 台灣 跟中國怎麼差那麼多 那中國喔 很簡單 我們如果把政府的軍隊打牌之後 打牌之後 剩下的 都不會拚 啊台灣是政府的軍隊 沒有要做拚 啊台灣人在拚 喔 所以很奇怪 就去調查 那調查的結構 發現就喔 台灣人不怕死 喔 當山人 愛錢怕死 又要死 要敏水 喔 這是在後騰新兵的調查報告裡面 所以喔 當時喔 台灣喔 沒有排滿辛漢 因為就沒有人在嘛 啊怎麼沒有萬一有人在台灣 因為 萬一有人的領口 佔到漢民族的領口的1%而已嘛 啊1%的領口佔100倍大的中國 啊他們家的那個白癡 都可以去中國做拚 拚拚了 啊所以喔 要派來台灣 沒有 萬一有人來台灣 所以派漢林來 派漢林 又不會相信漢林的 所以 來派漢林來台灣3年1年 喔 就要回去 啊不可以帶母子來 喔 啊所以因為母子你帶來 我就沒辦法幫你控制你了 喔 所以 當時 當山人跟台灣人 跟台灣人 奔透台灣人的區別是在這裡 啊 那劉民傳是什麼人 喔 是安徽合肥的人 他們老爸是元宵 就是說 元宵就是說 元宵就是說 不會吃鹽啦 喔 喔 所以因為是這樣喔 喔 就從小行開始喔 就沒有那個儒家傳統的素博 我說 那種 漢民族的鐵步 就是受到控制的影響很大 喔 接受西方的西方的新觀念 喔 但是因為 因為喔 鄉系淮系的 那個 欸 的衝突喔 喔 劉民傳喔 不是 一切都順利啦 那劉民傳 來台灣喔 建設 建設到 對啊 它超之過激 改革超之過激 倡島 減輕台灣的付 付稅喔 喔 現在還要花錢 喔 所以 他 他喔 退出喔 他 他 沒帶喔 四千名的人來 接受 台灣的 那個政府的 官方的酒味 啊 所以 用到嫁棋 貪汗的 那個 國民黨的人 喔 啊 所以 劉民傳在台灣的改革 失敗 這就是 為什麼 哪些 美國政府 第二要求 台灣民政府 要訓練四千名醫生 的人 來接受 這個 這個 這個官員 喔 這就是 有他的 你大家都貪汗的 你還繼續 用他 啊 你這個政府 也是敗 所以 我們民政府 在開這個口喔 喔 第一次 這個 已經有四十五期了 訓練不少的人材喔 給人的思想清楚 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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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期的那個 創合 流民團的時代的創合 用到那個 不應該用的人喔 他不應該用的人 所以 公司也有很大的煩恐 喔 喔 喔 啊 他在建篩喔 建篩 欸 鐵路 全清國頭一條鐵路是 由 大條鋁 喔 蓋 蓋到這個 過廊 啊 怎麼會 清國怎麼會脫脫 怎麼會想先進的鐵路 拿來台灣來做 原因很簡單 因為 中國喔 先去做松阜 松阜就是說 在松海一帶喔 做鐵路 啊做好之後 鐵路 鐵路在走喔 喔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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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好喔 這跟他們祖先的沒炒起來 這樣怎麼可以 全說賣掉 這個鐵路賣掉 鐵路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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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管的喔 就來台灣島 我們的時間差不多了 當時會那個 騰雲一號 這張照片喔 在聖工園 現在去聖工園喔 台北聖工園喔 就是228公園喔 看得到 套一個鐵路 好 好 我今天說得吃 這樣 感謝各位 吃起立 騎著 樓下吃飯